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在北加州湾区的围棋 哈喽 我是在伦敦诺丁球的亨利 嗨 大家好 我是在荷兰恩和芬的温蒂 第二季开始呢 我想尝试一个新的计划 以往我们的集数通常是以来宾访谈为主 会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像是心理资商 创业 或是在不同国家 地区 生活 求学 工作的心得等等 那新的计划呢 会是一些比较具有时效性的内容 像是时事啦 个人的近况分享 或是看了什么书 看了什么剧的讨论 那我们的新单元目前是预计有固定的来宾两位 单元名称就叫做三人成虎 虎是虎烂的虎 因为大部分的内容我们都是信口开河 保证水分超高 但是伯君以笑 好 那这样的集数呢 也通常也会稍微短一点点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诺丁丘就是那部电影诺丁丘的地方 没错 就是那部电影诺丁丘的地方 哪部电影啊 就是由修格兰 诶 是叫什么 新娘百神百吗 好像是 修格兰跟那个朱雅罗伯茲 对 然后那间书店现在已经收掉了 已经收掉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对 疫情减就收掉了 是因为可能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爱看书的关系 而且这个明星光环已经退少很久了 但是还是有蛮多人会去那边拍照的 真的喔 就是附近是那个来伦敦有时候 就是观光客也会去的那个Porto Bello Market 然后你就会顺道在那里拍个照这样子 我最近也在研究美国美超有什么 那个神秘的零食 因为通常都去牙超 然后美国有超多 就是用很神秘的材料做成的零食 比如说他就有那种饼干 他就是全部用蛋白做的 蛋白做的饼干 是他做的很像洋芋片那样喔 不是说巧克力饼干那种 所以他吃起来是洋芋片的口感 对 他弄得一片一片的 超级奇怪的 我就是很不懂他们 就是反正美国超市都有一些 那种给那种 中产阶级 崇尚我给你可贵妇超市会卖的酷东西 然后还有Guten Free就对了 对啊 英国是不是没有hold food啊 英国有hold food啊 有一些 而且hold food 有hold food 因为之前拉档的时候啊 然后英国的超市是有限制人数的 要social distance 就是大部分英国local超市都要排队 可能因为空间比较小吧 所以就是很多人要排在外面 然后就只有 我住的这边附近有一间侯府 然后那间就是排队 然后没人要去 排队最快可以进去了 因为它很大 然后很宽 然后又卖得够贵吧 对 难怪我这里在住那一区都没看过 因为我住的那一区就是是那个比较全的 South Sperman City 对对对 那去应该不会有 那去应该就是Odi啊 Island啊 就是一些我在这边看不到的超市 那边就是Asta啊 对啊 Asta跟Tesco啦 对啊 Asta Tesco 哦 Asta跟Tesco 对 对啊 Tesco是蛮常见的啊 然后Tesco有蛮多种 对啊 Tesco真的是英国最大耶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它这么大耶 它居然是全球第三大超市耶 对 根据维基百科吗 还是PWC的消费者报告之类的 根据维基百科 就是仅次于 博马 博马跟 加勒福 但是它就是一个很一般的超市 但是卖得蛮便宜的Tesco Tesco不错好不好 我觉得Tesco不错 还是因为我之前做的那些是那个 Tesco Extra 是超大超好购 哦 有可能 因为Tesco Tesco Extra的东西比较多长吧 那先讲一个就是有关于疫苗 然后我从别人那边听到就是黑人对于疫苗的看法 哦 可能只是某部分黑人 然后他们就是叫那个黑人社群就是都不要去打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执政者要 就是黑人的基因很强壮 所以执政者要骗大家去打疫苗 让他们的基因变弱这样 一个conspiracy就对了 对 就是一个阴谋论 所以就是在某些黑人比较多的社区里面 疫苗的接种率就会比较低 那因为英国是按照年龄层往下打的 所以如果在那个社区里面 比如说符合资格可能是60岁以上 或是40岁以上的人不想打 那他们就会在 他们的GP就是家庭医师 就会在通知下一个符合资格的人们来打 所以在那些地区可能就是会打得比较快 所以是GP会通知你去打 不是你自己预约的 你也会被通知 就是你会收到NHS通知 然后你也可以上去预约 然后或是你的GP也会通知你 所以他确定这件事的真实 这个阴谋论好新哦 然后最近就是 因为伦敦就是这一阶段解封是 大家可以坐来外面吃饭 你们餐厅都开了哦 餐厅有些开啦 因为现在规定是 你六个人以内可以在外面聚集 然后吃饭跟喝酒可以饮业 只要你有室外的空间 所以就是比如说 你的店外面有一个人行道 你把它圈起来就可以饮业 摆个两张桌子 岂不就是台湾其楼下经营的概念 其实就是跟美国一样 美国现在都封街 他就会那一整条 因为对对对 就是也有讲好封街的 就是像可能像穿上套那边就封起来吧 对对就是这样 然后就有点有点像是 就是我们以前有去过泰国那种 帕塔亚吗 还是哪里的步行街那种感觉 嗯啊不就公馆以前 对如果封街 就是这边我们这边乡下 然后你知道就是所谓的 Downtown 然后就其实只有一条街 然后其实就封那条街就可以了 其实也还好 听起来对南偷粉有八十七八项了 那一个餐厅可以做大概几桌的生意啊 看他店面有多宽 然后可能 我看过有到二十桌的 哇蛮厉害的 二十桌很大耶 对小小的也都会有八到十桌吧 那美国果然是很大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地大 跟宜兰差不多概念地大房子 只要盖五楼就可以了 空间就够了 我们这边房子都只有一层楼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五层 想不到比宜兰还爱 对啊 宜兰的农舍都很豪华耶 诶这是我们 我这上次回去就是有去什么民宿 民宿都五层楼耶 超强 真的假的 现在盖这么高 差不多 对啊 因为他是连一整排 然后那一整排应该都是老板自己盖的 他就把那个每一户变得很窄 变成是三户 然后都五层楼这样 每户变得很窄 所以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包洞 但是里面可能房间也不多 或是房间很小 对他就是每一层楼可能只有两间房间 然后当然五层楼 刚刚是讲到疫情的回顾 那那个恩和芬也是这样吗 去封个街 我们现在就 我现在听起来就是 好像荷兰政府都是 先看一下邻近大家怎么做 再决定要怎么做 因为我们也是 这礼拜开始要算是小解封 所以本来这周之前都 到今天都还有所谓的宵禁 就是十点钟之前 你一定要回到家之类的 不然就是你要去 那你昨天去吃火锅 有回家吗 当然有啊 十点钟之前准时到家呢 对 然后可是明天开始就是宵禁先取消 然后再来就是一样 他一样是餐厅不给内容 可是你可以在露台 就是如果你有一样是露台 或是户外的区域 你就是可以登记 然后 就是那些购物街啊什么的 因为原本的商店 你也是要先预约 现在看起来就是 你可以不用预约 但是他一样要登记 然后他会规定那个 每个人 你应该要有多少空间这样 诶 恩和芬是有地铁的吗 恩和芬是没有地铁的 没有metro sorry哦 那你要怎么回去 就公车啊 哦 有公车 然后可我骑脚踏车 对对对 哦 好吧 反正是恩和芬是不用开车的地方 是 你要开车 要去市中心 就是市中心也是一条街啊 简单来说就是一两公里 大概就逛完了 然后 一两公里很长耶 很短吧 一两公里耶 你知道我们这边的 那个一条街 大概只有两个block 好吧 应该怎么赢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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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以想象 那个算是downtown吗 你刚刚是用downtown称呼这个 那个 哈哈 downtown啊 但不是说旧金山啊 我是说这边我们就会 比如说你会有一个 诶 诶 什么Cupertino市区啊 然后宇这东西 Pala Alto市区啊 他们的市区都只有一条街 然后两个block 这就是那个啊 五节市区 哈哈哈哈 又五节 好像差不多哦 哈哈 又五节 就有两条街啊 然后十字相交嘛 大概各有五百公尺吧 对对对对 差不多是那个概念 天啊 我突然觉得恩后份好大哦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还是会比较好一点 恩后份必须是荷兰 第三大城 第五第五 哦 第五第五 好吧 而且今年国王节 国王是来恩后份呢 哦对对对 我有看到新闻耶 因为他就是每年会去巡回一个城市 然后今年其实刚好轮到我们这个城市 哦 就很sad 就是也不能干嘛 诶我看到那个别人的文章 他说荷兰王室是什么 花欧洲花最多钱的王室 就好像他是 就是他也没在露面 但是其实预算是最高的 真的假的 我这个没有查证啊 但是反正那篇文章就说 像是荷兰 国王的女儿 今年成年 然后他有120万欧元的预算 可以去环游世界 哦那还蛮夸张的耶 啊为什么要这样 对 他是要去哪里 他要去火星吗 只能环游世界吧 火星是世界的一部分吗 哈哈 好吧 可以做SpaceX上去 对啊 他们王室就是也是 之前也是被诟病 就是你看到应该也有 就是说那个 公主大公主成年之后 他拿的零用金还蛮惊人的 那他是要去哪里啊 我说那他们平常有在干嘛 他们有在旅行王室义务 然后像英国王室那么高调吗 没有耶 我觉得好像整个欧洲 加上英国脱欧之前 应该最高调就是英国王室 其他王室看起来都还蛮 蛮 就感觉存在感蛮低的 对蛮低的 就是 就是有的国家 你也不明白 原来他有王室 对 就是像什么 挪威啊 哦挪威有王室啊 我只知道那个瑞典有 还是瑞典 还是他们是同一个 反正也搞不太清楚 丹麦也有哦 哦对对对 我知道丹麦也有 对啊 那荷兰王室好像真的没在干嘛 但他们那个啊 之前很那个很有名是他们国王室有合格机师驾照 所以他其实之前 疫情之前是有时候是会就是开飞机的 哦会 我知道好像会开那个SES的飞机 那是什么 是SES吗 就是斯堪地纳维亚航空 哦SES 怎么不是开荷兰皇家航空KOM 没有 我说那个啊 是丹麦的王室也有吧 哦 真的假的 这他们的皇室的兴趣是不是 可能都在夏威夷学会的 对啊 夏威夷学会 超懒的 哦 我好想看柯南最新一集哦 但是就就没办法看 这怎么样跳通到柯南 等一下解释一下 因为夏威夷学会啊 为什么跟夏威夷有关系 你不知道工程师一的飞机驾照 在夏威夷学的吗 我干嘛要记这些detail 他什么东西都在夏威夷学的 因为工程师对 他什么东西都在夏威夷学的 你不知道真是 那你刚刚干嘛跟我们笑啊 你根本就不懂那梗还笑 因为我就想说 怎么会神来一笔 讲到工程就是柯南 想说到底什么梗 就是在夏威夷学开飞机啊 这件事是大家应该都要知道的吗 对啊 应该是有看过柯南的人都会知道的吧 我也有看过柯南 可是我不会记得 开放公平啊 来来来听众 知道就在夏威夷一 对 没有我觉得你是不够粉丝才会不知道 这个一定会知道的 对啊我确实没有这么脑粉 这应该不用到脑粉吧 对啊就是因为这也是一个那个 那个香米很爱拿出来笑他 好啊可能是你也不常看PTT吧 对啊 我有常看PTT 但应该没有看这个 最近看完了是晋级的巨人啦 是要爆雷吗 我没有看晋级的巨人耶 对这我也没看 所以应该有关系 你们检讨一下 听众家听的就笨了 好 不然我们就从那个十四好了 不如先聊一下十四 十四大家最近在讨论台湾低声欲率啊 哦 就不想声啊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大家都不想声 这样子我们的意见太单一了 所以我们要来想 就是 我们先来想为什么要声好了 大家一阵沉默 对啊 对 就是 大家一阵沉默为什么要声 因为这样比较有挑战啊 如果你可以你讲不声可以讲一百个不声的理由 可是要声 哦我以为你是说因为声比较有挑战性 不是不是 要想出声的理由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我们的同温层bubble 应该都是不声可以讲出一百个吧 可是声你可能讲不出来 真的讲不出来耶 声了要干嘛 我觉得我可以 好我先讲好了 就是 因为这最基础的就是人类就会想声 啥想 这刚刚是讲的什么 会吗 没有没有 就是那是一个演化上面你就会想声啊 就是这样啊 就像其他的情感之类的 就是人总是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这种 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既其之生命 哇塞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这是其实这是还还蛮 自然就会想要声的 好这是 这是第一个我可以想得到的 诶你们想不到其他的吧 可是我没有觉得我自然想声啊 我对对对 我是说先不要摆除那个 个人因素 先不要那个反 对对 先不要反对这个论述 因为我们现在尝试想要找出 想要声的原因嘛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大家的其他人的想法 想法 对 就国家不要灭亡 哦对对 国家不要灭亡也是一个 就是如果是你把 国家放在前面的话 你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就一个经济学的角度 就会需要有足够的劳动人口 对对对 然后而且这些劳动人口 就会你要心心念念 觉得我要拯救台 那个国家的生育率 所以才会想要生 对 就是要有一个崇高的 对 与国家共存亡的一个 情怀 对对对 还有什么 哦 可能想要体验不同的人生 就如果说你已经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partner了 然后你想要跟他一起体验 我觉得体验不同的人生 是我比较相对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你确实有小孩 感觉你的生活会很不一样 但当然你就是喜不喜欢 想不想说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啊对啊 就像有人会想要去 浪迹天涯 环游世界 也是一种人生体验嘛 然后也有人会想要去 乡下long stay 也有人 也有人从乡下 想要来到城市 对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对 我就是想要体验 那个有小孩的人生 我觉得可以 就是这比较 可以接受的理由 对 但是这个就会 这个的话 我通常就是会反对意见 就是 就是说 小孩又想过 就 你是为了你想要体验人生 就把小孩生下来 你有想过小孩的感受吗 它是用来让你体验人生的吗 就是反正任何理由 都可以讲出一个 然后我还要想要一个 我觉得对我来说 会比较 我自己 我自己会比较那个 虽然是也常被打脸 就是我就会想说 如果我跟我的partner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人 有一天死掉的话 那剩下来的那个人 他就跟死掉的那个人 已经在这世界上 没有任何关联了耶 你不觉得很难过吗 很想要打脸你 但没关系 我忍住了 对 对啊 不觉得剩下来的那个人 很可怜吗 而且这也是那个 游牧人生里面 有提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小孩就会觉得 这还有一丝连结存在 对啊 那你这样跟那个 继承那个名字 或是继承家族的姓氏 听起来有八十七八项 没有继承名字跟家族姓氏 是为了家族啊 不是为了你们两个 之间 就是应该说剩下的人 你就会觉得说 他就孤单的留在世界上了 再也没有跟对方 那个你曾经那么相爱的人 有任何关联的东西了 那万一小孩很不孝 怎么办 有连结的小孩很不孝 跟不孝没关联啊 就是很失控 就是或是很 你知道 是一个完全不讨戏的小孩 但是那个人还是跟对方有关系啊 就还是可以接受就对了 就是你会知道说 这个人 留在世界上的痕迹还在 不会就随风消失了 一阵沉默 这样听起来 一阵沉默 你有发现到 林老板从到尾都没有声音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太弱了 辩论社应该可以想出 其他的理由吧 就这样 没有其他理由了 没有啊 为什么要声 这是很个人选择吧 不是 你现在就是抽到辩论题目 就是要想要声的理由 Vicky是这个意思 要声的理由 对 你现在就是辩论社抽到题目 对啊 我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我只要是个人 很个人的选择 我们 我只是想说 如果讨论一下 站在其他想声的个人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会提出想要声 哦 就是不小心有了 又没有办法拿掉 哦 这好悲观哦 这也是有可能 对 不能否认 这也是可能性 然后还有比较多是宗教因素吧 就会觉得想要 很多天主教不能避孕 或是他的观念里面 还是台湾人要拜拜 台湾人要拜拜 就是要有人帮你 你家的祖先拜拜 哦 要有人捧到是不是 对啊 要有人捧到啊 哦 但是捧到那还要男生呢 现在应该没那么严格吧 我是不知道啊 就是都要男生啊 哦 那如果都没结婚 谁要捧到 就可能还是 就是最低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我们聊不下去 完全聊不下去啊 一百个就是不想生的理由 好 我这边 不是 你就是心里有抵抗啊 你不应该找我们来找一个想生的理由啊 你应该要找已经生的人 来讲一个想生的理由吧 如果已经生了我就怕大家 其他人会一直狂干掉他 这样不太好 哦 没有你不就是想要了解他们的想法吗 对啊 对 但是因为他们已经生了 然后如果我们一直干掉他 那他的小孩 他的小孩不是很可怜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大家不想生 就是因为就是 喜欢直直点点的人太多 没错 什么 对啊 就是就像我们啊 原来我们不想生就是自己选的嘛 那如果我们有一点想生 然后旁边人就在那边直直直点点 你又就是又不能好好照顾他还是什么 你让他以后会过得很辛苦还是怎样 还是说你一定要再生一个陪他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真的是 这是我最近的体悟 对啊 就是这件事是很很个人 或是这两个人之间的选择啊 本来就不应该是 就是大家在讨论说 哎 为什么你们俩结婚了又不生 然后怎样 对 然后我其实有点讨厌那种就是觉得不生 然后就是有一种自以为进步思想的感觉 哦 哈 哪来这种进步思想 也不是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 我觉得蛮像刚刚那个亨利讲的那种 就是直直点点 就会有一大堆的指引说 为什么要生 你可以照顾他吗 然后自己还会有一点 有一种优越感吧 就觉得说好像生的人是没想清楚 所以才要生 然后或者是说 啊我觉得一个 比如说会说一个人也很好 的确实是这样的是没错 然后就会有一点 有一点比 不能说比试吧 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感觉 去质疑现在这个年代想要生小孩的人 生的人这样 对对对 成长大以后可能身边的朋友也开始到这个年纪吧 然后因为身边朋友的关系你更能够理解 他们的确是会有人会想要生小孩 然后我就会开始反省自己 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不能有一种直直点点 或是批判 对或是在讲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不要有一种 对啊我不升等最大那种那种感觉 那种讲法 我好像还好 因为我反正一直都不想生 嗯 对但是就 我是说对那些 对讲出来的时候 不能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我反而会觉得现在愿意生的很伟大 就是很佩服 我反而是另外一种想法 对啊 对啊 因为如果你在台湾 以后就是他们的小孩要帮你缴你的劳报 现在是要谢谢我们身边一种生小孩的 就是那些20年养成计划就对 感谢他们的小孩 因为我好像一起来都是比较佩服 多过于轻视或者说优越感 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优越感 对 就自己可能不见得会有优越感 可是听起来会有 因为我是有听过其他 其他已经结婚的couple 就是这样跟我说过 对啊 然后我才开始有意识到说 对啊 那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可能不要太坚持 就是有一种连提出讨论 或是错识吧 对对对 即使那个人还没生 只要他再要露出一点说我想生的想法 只是在讨论而已 都会被一直狂打脸 这听起来跟 讨论蓝绿政治都有一点像 没有啊 讨论蓝绿政治就是一个 对错的问题 是不是另一个 没有啦没有 蓝绿政治第一次是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是那个统独才是对错的问题 那你觉得是是非吗 还是是信仰 现在在讲哪一个 信仰 统独 是好吧 也不是对错啊 就是是信仰的问题 我觉得是信仰 对如果你说你就是相信 你是因为信仰的话 我就同意 但如果你把他说这是对错 我就不能接受 哦 那你就是觉得这是对错啊 因为别人跟你不一样 你要人家是信仰你才可以同意他 诶被抓包了 就这样 哇靠 不愧是前辩论色 被打脸打了啪啪响 想不出想生的理由 打脸别人倒是挺快的 不是因为我心里没有想生啊 而且又不是我生 对啊 但我觉得这边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今天也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就是 当然也不算在讲台湾生不生 可能有打到擦边球吧 他就说 大家好像普遍上还是会觉得 妈妈带小孩 会带的比较好 或是会照顾的比较好 甚至很多妈妈 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就是觉得说 好像爸爸都会顾不好 或是很你知道 丢三落四啊 什么的 可是他就说 也就是这样的心态 所以才会让很多 就是 也是一个社会的氛围 让很多人 其实可能也没那么想生 就是因为觉得好像 生了之后 很多责任 还是会落在女生的身上 这点倒是没错 不过那个 担心爸爸可能会带不好 丢三落四 可能是因为爸爸 本来就丢三落四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对对 他的态度就是说 他就算是这样 你就是要让他带 但是不一定要让小孩 过得那么好 小孩就是不要受伤就好了 不要丢掉 不要受伤 对啊 不要受太严重的伤 不要丢掉就好 对我觉得 就是根本观念是这样 不管是谁 男或女丢三落四 都有可能 对啊 对 对啊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 就是忘了 把小孩忘记在某个地方 哦这有点严重 就会碰到小孩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小孩不小心跌倒这种事 就是小事 就是不用这么紧张 哦对啊 对啊 然后我也觉得 或者是小擦伤啊 或什么 或是生病 虽然说很心疼 但是其实不要当作是自己的错 让他不小心生病 对对对对对 或是忘记帮小孩带尿布就出门 这种 就是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就让他尿在裤子上 没有就是路边再买个尿布 再回去买 再回去拿就好了 回去洗就好了啊 对啊 或是回去再洗就好了 但就是 因为我觉得是连 我在这边看我这些外国同事 我都还是有感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如果外国同事是妈妈的 他们有些时候 年会天堂 他们就会觉得说 啊他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时间他要去顾 因为他可能 比如说老公做不好 什么什么东西 或是他就是会担心这样 就是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 然后确实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 玉子的门槛吗 或者说就是一个社会氛围 对于相对 女性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社会氛围是一个 可能就是女 一部分也是女生自己 加给自己的 对 加给自己 这是属于社会氛围啦 我只是要说 因为本来就是 你会分泌那个荷尔蒙 然后那个荷尔蒙就是 荷尔蒙 对就是一个那个母性 诶是蜜乳激素吗 所以是生理上就是会造成 你会特别傻 对生理上它会 本来就是演化上面 它会让有一方 会分泌比较多母性的 虽然用母性来讲 但是会 通常会分泌比较多 那个激素 会让你去 take care 然后好像之前 也有人做过实验吧 就是如果说只有爸爸的话 爸爸其实也 有时候也会分泌 那个激素 因为你就是演化上面 就是要 你要保护你的下一代 你一定会有那个 那个荷尔蒙 就当你非得照顾她之后 蛮有趣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只是说 毕竟小 那个女生是生出来的 她怀孕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分泌很多激素了 然后也会有母乳嘛 所以才会 才会这样子 蛮有趣的 然后还有一个吧 讲到社会氛围 就是对 台湾社会 对小孩很不友善 这件事 就是比如说 车上啊 或什么 只要有小孩一哭 然后全部人 就会过去等她 包含我自己 小时候也是会这样 对 就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不会教 怎么又在吵了 你怎么那么没礼貌 或是父母 为什么不会管家 对为什么不会公德心 然后就是那么吵 为什么不自己开车 就好还去搭公车 就是不是说到 为什么不去开车 就好搭公车 这么严重 可是心里 就会有一种排斥 说这里好吵 我觉得这整体的 社会氛围 还是对小孩不太友善 除了那些基础建设 很不友善之外 其他的那种 公众的眼光也是 就大家会很喜欢 指指点点吧 我们又瞬间讲回来 不想生的理由了呢 对啊 随便都可以 绕回来不想生的理由 已经讲完了 我想不到 就是那个啊 就是东坡跟佛印的故事啊 他们有很多的故事 请问你要讲哪一个 还是施施 就是你 就是你心里有一坨石 你看别人就都是石啊 你心里就不想生 你就看别人 就是不想生的理由 所以我本来是想说 要来讨论 讨论看看 大家有没有 听其他的人分享 想生的心情 因为我 比如说很多 我也是听别人讲的啊 对啊 好吧 显然是 没有 因为我很努力地 收集了这么多 好像 但心里都有一头石 对 而且还蛮大的 不可动摇 但我也很不喜欢 然后讲过来 我也会很不喜欢 一种说法是说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有些人觉得 生小孩是一个体验 不同 就是不同的人生体验 那我也很讨厌 那种说法是 有些人会说 啊你不生小孩 你的人生 就好像不完整 你就少了一些什么 我觉得这种说法 我也是听得会很堵乱 就想说 是怎样 我现在不生 就是一定要生的人生 才会圆满是不是 对这倒是 没有那个 这又要讲那个梗图啊 就一个十字轴 然后讲女性政治人物 生与不生 然后结婚与不结婚 那个十字轴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我还没有看到那一张 你没有看到那一张 好他就是一个 没关系你到时候就放在节目底下 没有你现在 你现在心里就是想一个 有一个四个像 四个像 我知道应该会有一个是 洪池庸吧 就是 女性政治人物 然后又生了 然后一个是 蔡英文 就是不婚又不生 对 然后但他不是讲那个 他是讲那个 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他就是会有一 好一二三四象限 然后他就是是 你就想说那 他的正的那边就是 是正的 就是有小孩 然后正的那边是有结婚 然后有小孩 有结婚那边呢 就会是像 洪池庸那样 然后他的 女性政治人物 评语那格 像线就会代表是 哦 谈恋 顾谈恋爱 光顾小孩 诶 不管正事 对 那如果说是 有小孩 然后没结婚 然后那当然就会是 当父啊 之类的 那如果什么 没有小孩没结婚 就会说 哦 那个没有母性啊 然后没人 你不懂 为人母的心情啊 对对对 不懂 然后或者是 嫁不出去之类 因为是没小孩 又没结婚 然后再来是 有结婚没小孩 这边就会讲说 你怎么懂育儿的辛苦 你没办法 帮我们想 下一代的政策吧 对 真的是白眼要翻到天边 但这件事就是 男生都会 就是 对 不管你是 不管你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小孩 全部都会哦 不过有人来解责你哦 对 下一个 下一个 好 我们以上就是对于 台湾低声欲率的讨论 非常的浅薄 因为我们实在是 有点无法 想不出来 完全想不出 要神的理由 对 是我们不好 我们应该再多 搜集一些资料的 但是就是 有稍微讲一下 就是除了我们 个人的选择之外 一些大环境 也不友善 造成了低声欲率 我觉得你真的是 要找有小孩的来讲 对啊 问问看他们 为什么会想生 说不定可以 给大家一些 不同的想法 好吧 我之后 找有小孩的来讲好了 然后应该会 蛮不一样的 好 低声欲率 对时事的讨论 就到这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